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就是因此 从《小龙女》分开的时候 那种失恋的情绪 好像自己的灵魂都没有了 所以真是陆神导主 心经欲跳 曲徒末路 自己灭露人色 完全是一种失恋 失去另一半的感觉 好像全世界已经没什么希望 但正正因为没什么希望的时候 就有一种武功出来 金融界武俠小说 除了拍成电影和电视剧 近年还更加制作成漫画和插陀 漫画家李自称十几年前 在一位日本朋友介绍下认识金融 之后为他的小说刮插图 更加将部分著作制作成漫画 我觉得是很神奇、很奇妙的一件事 在十几岁的时候 我已经看了查生的小说 当年那时候看的时候 觉得查生是神来的 距离很远 跟读者的距离很远 甚至乎觉得他不是当代的人 但是竟然有这样的机遇 我可以画到查先生的插图和封链 而且在日本也很出版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 而且正因为这件事 跟查生坐在一张桌上吃饭 我觉得其实是 不知道查先生知不知 在那一晚 其实我的感觉是很奇妙的 李自称认为这位一代大师 做人态度很值得去学习 我曾经问过他一次 他有没有什么在有名的做人态度 他就给了八个字 叫做努力不懈、全力以赴 我也看到他做事的态度 也真的拿着这八个字去做 他比如早年的办报 或者说写一些评论 或者写小说 或者他后期读书 其实都是努力不懈、全力以赴 这八个字是 自从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 一直是很入了我的心 很警惕着我 金庸讲过写小说的时候 非常代入小说里面的角色 李自称说 他画画也有相同的感觉 有时候画画画 身体会越来越清 不知是否真是义工 好像一部戏 他很成功的一个地方 就是很容易令读者 投入在他的小说里面 甚至是可以投入在不同的角色里面 我认为查先生是对人性很了解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 其实都有他自己的成份在里面 他可以是黄庸的机灵 也可以是郭靖的扑实 我给我的感觉他就是这样 其实他每一个角色都是他自己 他书香世家 他文学跟底很好 再加上他的编剧出身 他很懂得编剧的原理 如何令读者情绪的起伏 是足得到的 心理学方面他也是很好 再加上他一个这么聪明的人 其实整个局他是料理主长 我需要带来看 我需要带来看